因為這個病主要是吸煙引起的 以全球計算,控煙都未完全成功 所以吸煙的人士都容易患上慢阻肺病 隨著人口老化,吸煙的煙靈日漬月裡 去到年紀大,很多病人都有慢阻肺病的情形 所以世衛有一個推測,有機會升到第三位的殺手 香港純粹看數字,是未去到第三位 不過肺炎本身很多背後都是慢了肺病,引起的 所以在死因上計算,可能只是填了肺炎 其實背後也跟這件事有相關 而慢阻肺病在佔醫管局內科部門入院率 差不多十個有一個病人都是因為慢阻肺病而需要留意住院 所以數字都相當高 吸煙的人,煙靈越久 以及每天吸煙的量越多 所以患上慢阻肺病的風險就越高 一般而言,什麼是煙靈呢? 如果一天吸一包煙,吸了十年 這就是有十年的煙靈乘一包 但是有些人吸兩包煙 實在受到煙的毒害就變了兩倍 吃了五年就等於別人吃了十年 一包煙 大體上一般的病,我們的經驗上 大概吃了夜年煙,每天吃一包煙 也有幾大機會患上慢阻肺病 如果你的煙靈越長 或者每天吃的小煙的數量越多 就越危險 另外,有些是以前患過肺結核 或者本身有酵喘 都會另外這些因素影響了肺功能 本來也不好 再加上你吃煙,就再發上加根 慢了肺病,到病人感覺到有病徵的時候 往往他第一件事都是覺得不夠氣 例如說走遠一點 以前可能走到很多街口都不覺得氣喘 但是開始感覺到走一兩兩個街口都不夠氣 直接覺得氣喘 不是只是腳疲,氣都不夠 或者上樓梯以前走多少層都可以 現在走一層樓,兩層樓都會開始氣喘 這些就是比較常見的成狀 當然另外有些是咳,痰多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慢性知識管理 很容易有痰 有些病人經常發作入院 呼吸不到,要用氧氣 但是要留意 尤其是長者很容易覺得年紀大 我沒什麼氣力而已 就賴了,純粹因為年紀引起 不夠氣,其實就誤會了 其實已經出現了慢了肺病的症狀 另外一樣就是當慢了肺病的初期 譬如說肺功能只是跌了10-20% 如果你不是一個運動員的話 你不一定會察覺到自己少了少肺功能 就變成幻想了都不知道 這一類的病人要透過做身體檢查 特別是現在都很流行每年做一次心理檢查 做肺功能有時候才突然間驚覺 原來自己不知不覺底下沒有了10%或者20%肺功能 做肺功能 進來多久 進去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